大家好 我是劍本戰線的法律顧問 其實劍本戰線的成立 當初都是由一群高登仔一起組成的 當時我們主要是打反權條例的修訂案 2011年的時候 我們當時就叫了他做一個網絡23條 2011年的時候其實是沒有任何的豁免的 所以對於我們來說是非常之沒有保障的 其實我們當時已經覺得版權條例是嚴重傾斜了 在這個版權人的一面 他們當初其實這些我們的創作 我們的行為其實在我們的生活 網上的行為是非常之流行的 這些豁免基本上應該一早就已經有 只不過是去到2011年的時候我們出聲了 政府才在2013年那裡就說 好 那我們再給你多些豁免利 就給你第三方案的豁免利 那時候就有四個五個的豁免 當時我們見到他給了一個豁免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感覺是 以後我們就是可以在這五個豁免下的創作方式創作 但我們其實看到網民在網上的創作行為 是不單止這五項 還有你給我們五項的話 以後我們的創作就要看著這五個豁免去做 其實對我們來說我們會覺得其實是變相限制了我們的創作自由 還有我們自己都會想的 就是我們創作的時候是不是真的會想著 好啦 我現在想諷刺你先 我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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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你先 其實很多時候網民創作就不是這樣想了一個方式 就是他們是創作了就是創作了 然後那個創作就是原來是這個模式 只不過可能是有些那麼巧合的就是這個模式 所以其實用這樣的方式 其實我們有懷疑政府其實這樣 是不是真心上推動的一個創意工業 所以見到這樣 我們就想想想想有沒有其他的出路 故之前我們看出路的時候 我們就想看回其他世界各地的版權法 究竟他們是怎樣給豁免 我們故之前見到有些國家是用一個開放式豁免 就不是用一個fair dealing的豁免 就不是續項單項式這樣給豁免 那我們參考的國家當時就是有加拿大 也都有美國的fair use 我們見到其實政府在2005年左右 其實都有研究過一個關於fair use 可不可以用 當時其實政府就說不想採納這個fair use 但當政府說不想採納的時候 我們又發現到在之後那幾年 就是近十年 其實很多亞洲的國家就開始採用了fair use 但我又想問一下 近十年有沒有國家轉回去用fair dealing呢 其實又不是真的那麼多 可能我也留意不到 我們見到反而是多了很多國家 例如南韓、菲律賓、新加坡、以色列 開始轉了用一個開放式的豁免 我們也因為這樣參考了其他國家 我們當時就提出了一個第四方案 就是一個UGC 就是加拿大的個人用戶衍生豁免 我們當時的focus是想說一個網民 給一個網民的豁免 當中那個參考UGC 其實我們都是有少少修訂的 對於加拿大那個 政府就說你們那個修訂了可能更闊過加拿大那個 作為其中一個網民的壓力團體 我們固然要求的東西會是較為高的 我們都不會覺得 我們政府是應該給一些 我們覺得不合格的修訂我們 而我們都覺得香港市民 應該是有一個更加好 或者是一個更加高分數的版權修訂案 我們提出了UGC的時候 當然其實版權人也聽到這樣的消息 他們是極力反對的 當時他們有提到 就說針對我們那個豁免 其實可能包含中介平台 我們想解釋中介平台為什麼我們要包含 其實就是網民發布任何東西 難道我自己創作了 我放在我的電腦裡面嗎 我當然有個地方我才放到 所以我們想那個豁免 包含中介平台 我們也看到版權人是很反對這件事 因為其實他們覺得中介平台是他們收錢的地方 所以他們可能會對UGC有很大的反感 之後我們就繼續研究這個修訂案 我們都跟其他國家的法例比較的時候 剛剛這一年的時候 英國就過了他們的版權修訂案 他們都加入了很多的公平處理的條件 即是公平處理的割面 裡面有戲房這樣的割面 政府就說你們經常都不要覺得好像 收拾這些東西 收拾各個國家的東西 加起來就是這麼多家大戰就是好 好了我們就看看英國先 我們看到英國的時候 就發現有一個叫做Contract of Right的 clause 它是錯過了 我們第一時間跟政府說 你為什麼不加上Contract of Right的 你說給民事豁免我們 那原來你那個民事豁免是德國版權的豁免 而原來他還有保留了一個合約的豁免 即是合約還可以告到你的 如果你的合約是違反了 那我們又看回澳洲法國會的報告 發覺其實尤其是這些電腦上的 用那些軟件的程式 其實很多都是有這個Contract of Right的 即是他們會有一些合約的條款 去限制了你的使用 那麼我們就會跟政府說你不如都加上去 那麼當然我們就發覺他最後 現在出來的顧面其實是不包這件事 那麼我們想說就是 為什麼你一時就說我們不要cherrypicking 一時就說我們跟英國的時候 就說不要跟英國拉 英國那些可能他們的討論又很熱烈 其實他們通過的時候都未必得這樣 那麼究竟其實你想 當我們要研究這個世界的版權法的時候 你是不是就是想我們獨孤島 我這樣就是看香港 原來我們香港是沒有一個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就是當網民要提出這些研究 想告訴大家 給大家香港人看到 其實世界各地有其他發展的時候 政府就反而跟我們說 你們不要了 你們就看回自己 自己本土的生活是怎樣 但是我們又想說 他說好吧 那我們看回自己香港文化是怎樣 我們發覺其實他對於香港的文化 是非常脫節的 其實近來他們出了一個懶人包 看到他們的懶人包 那裡解釋那些的 現在他們給出來的公平處理的豁免 其實他們給出來的例子 其實是跟大家的行為有些 我自己會覺得他們有幾離地下的 首先他就說 第一個問題就說 Facebook share 會不會其實是犯法呢 其實他那條問題已經很有趣 就是為什麼是Facebook呢 其實大家在用網上的東西 不僅是Facebook 用Twitter 用Instagram 他們的分享的方法都是不同 有人喜歡是上載、下載的去分享 有人是喜歡按share 很懶的去分享 你說一個字share的話 其實就是包括不了大家 在這個生活上 做一個分享的動作是怎樣 還有網絡的世界在這個 尤其是近年來發展得這麼豐富的時候 網絡在說的很多時候的分享 是很重要的element 就是我們說的分享 其實不是單止是按一個按鈕那麼簡單 但是政府就未必去遇到這個問題 在他們的Q&A那裡 他們又說到 其實你們網上打機都是一個評論 其實都未必是的 我們看看達哥打機 或者我們近排有一個美國人 在那裡打遊戲機 然後他們不斷在那裡罵人 或者他們在那裡宣示情緒 或者跟一些觀眾在那裡聊天 在那裡打字 他們在那裡答 其實是一個 communication 的方法 所以見到政府他們答過的問題 說這個就是你的評論 那你就可以豁免 其實是不是他們沒有了解到 究竟現在網民的生活 他們不是真的好像你這樣想 我真的在那裡評論 教你打經濟遊戲機 他們的行動其實不是那麼簡單 那麼我們又再舉一個例子 就是他在那裡的欄包那裡 就說Cover唱歌是評論 那樣 我又覺得很奇怪 我不明白 我不是很明白 怎麼可以 我明明是認真翻唱的一首歌 是我評論的一首歌 那麼其實這些 我想舉的例子是想說 就是政府其實他們都不是很明白 究竟現在網民在那個網上世界 在做什麼 所以他們那些豁免 其實他們說 好像說到什麼都包的時候 我們是有懷疑的 究竟其實這些豁免是否真的包到我們 那麼有時我們又看一看 它的豁免 那麼它說Postige 那麼究竟它那個是一個很限制的解釋 還是它是解釋是臨無的解釋 還是好像政府那樣是模仿的解釋 模仿在中文真的好像說 我扮盧海鵬就已經是模仿 但是如果你是用Postige 或是解釋是臨無的話 其實就不是這樣解釋的了 那麼究竟這個新比出來的豁免 究竟是不是包到那麼多 他們現在聲稱包到的東西 法庭是不是這樣看 律政司是不是這樣看 我們都是不知道 那麼所以我們對於現在的修正方案 其實我們想說是 我們是不清晰 我們都是覺得是滿足不到網民 那麼再加上我們 可能就是Postige 使用電腦我們不講 因為其實現在就不是一個 就是不關版權法事 但是其實Section 在這裡如果是加上 好像加上版權法用的話 其實是後果非常之嚴重的 但我們不滿的地方 是政府其實三個的局方 就出來講那個version 都是不同的 他們的講法 那麼所以我們都不知道 究竟現在Postige 使用電腦罪 還有擺權法 是不是會混合一起利用 如果它真的混合一起利用的話 那麼我們會覺得 這個是對於網絡世界的自由 是非常之有影響 那麼到最後我們想說就是 我們提出來這些Proposal 還有提出來這些東西 其實是一些是有建設性的Proposal 因為其實我們真的研究過 我們並不是一些反對就是老殘的人 就是我們看了很多的Proposal 我們才可以得出這些Amendments出來 建議給政府去做的 所以我們都希望泛民會支持我們 其實我們都希望爭取到建制派 一些開明的建制派會支持我們的修訂案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謝謝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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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